受到很大的一個傷害 所以呢現在中央推出了一個打炸儀表板的政策 那就是將每日公布全國受理詐騙的情形 及採損的這些數據 希望能夠警惕我們國人能夠試炸 不再接受詐騙的一個傷害 那我們本縣的警局也提供了每個月的受理詐騙的一個狀況 今天來跟大家來做報告 那再來跟大家所報告的就是所謂的詐騙的儀表板 那我們舉這個頁面這是11月15號 我們警示舉例有所公布的受理詐騙的情形 那你看一天的財損就有四億六千一百六八萬 對國人的傷害是巨大的 那現在可以講平均 幾個月平均一天都將近有四萬四億 所以這個一定要讓國人同胞來做檢視 那從這個儀表板我們可以看出最多的假投資的詐騙 因為光一天就有三億兩千八百九十一萬 在16的這個網站大家可以去做查搜 那現在只能是跟每天做這樣的工作 八件 那我們採搜三千兩百九十萬 那三千六百五十九元 這是受理的情形 那這個就是鎖法部分 第一假投資詐騙 本俠目前有二十六件 那佔的比例佔比是三十二點五 那第二個是假網拍有十一件 第三假投資到六項 就佔了總值的七十八點七 這個就是犯罪手法 那這個就是本線被害的族群 第一個假投資詐騙就佔了四十五點四五 所以從這個表列的這個狀況 你可以看出來假詐騙 然後假網拍是以公務有居多 那再來在第三項假中獎的部分 軍人佔了七十二點七二 那第四項是一般購物的詐欺 軍人佔了五十七點一五 所以這兩項是軍人佔比最高的 那整體來講 現在假投資的照片很多 也是受到異性的影響 可以跟台書講要做一些投資 這個評估 從一月到現在 本俠的軍人除了一些機密的機關 除了我們不變進去之外 我在看我們的將近三千多的軍人 我們去宣導最少每個軍人宣導了兩次以上 所以這個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但是這個工作我們不能有絲毫的放鬆 所以我們必須持續地讓我們軍人弟兄 能夠很確實地守住自己的財產 摸入這個 出馬 揹熟 擅長 回家 每句